大哥 面包来了 兄弟 这是干啥来 干啥来 这是咱们来 第一带活 实际成功 不许失败 好 走 别动 你们有没有搞错 现在都几点了 怕等一下 大哥 他俩不害怕呢 我也不知道 好了啦 开始吧 别动 害怕笑我 人家好怕怕 你是要抢我的包包吗 拿去的拿去的 不要伤害我就好 大哥 这么顺利吗 应该是个陷阱 还你吧 站住了 你们在搞什么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是被抢的 我也没有感觉到那种恐惧感和害怕 大哥 他在搞什么 我为什么学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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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是超搞笑啊 难道你们是第一次啊 哦 你前完全没有学过啊 没有啊 难怪你们会搞错了啦 没有关系啊 过来 过来啦 不要紧张啊 坐在这里啊 来 我给你讲一下啊 做一个劫匪呢 首先你的表情要凶一点啊 表情啊 往下来一点 再来一点 哦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你要主动过来抢我的包包 我是不会主动把包包给你的 记住啊 过来抢啊 对啊 抢过去 抢回来 抢过去 抢回来 记住啊 这是一个过程 最后呢 包包到你的手上 OK 没事了吧 对啊 那我走了 我站住了 你还想干啥 带着你来电话吧 接一下电话 喂 韩岛 你还问你电话 怎么改成了呢 我忘了 那一会儿再抢过那边 我打死你 好的 什么 快点结肥的那两个演员 已经去那里了啦 话怎么可能 喂 喂 我 哎呀妈呀 那他俩是谁啊 快点 他俩是真劫匪啊 怎么办 喂 韩岛啊 你再讲一遍啊 没有听听啊 怎么 我们要排一部大戏啊 需要两个演员 一天一个人要给两千块啊 哎大哥 排戏一天给两千 那比干真玩强啊 我听着了 我不行 演得不错的话 还可以再加钱啊 大哥还能加钱呢 那你需要怎么样类型的演员啊 我真的没有看清啊 原来你们这个特别的符合标准啊 真的是不错啊 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名处啊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大姐你看我们俩行吗 非常不错 就他扯打后腿 就他扯打后腿 不过我觉得吧 刚才你们两个表现得不是很好啊 今天我们排了一部大戏啊 是一段兄弟之间的爱恨情仇 感情纠葛的一段大戏啊 给你们两个设定的人物呢 是这样子啊 你要不让我先给你们两个试试戏哦 好好好 行 那你先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哦 我就暗杀 哇 小三少 真的是好好听的名字啊 我跟你讲一下啊 他呢 就是你的杀附仇人哦 你应该怎么办 你不要看着我啊 是他是你的仇人 打他呀 对啊 打他 动手 我恨你 你这是在打群骂俏了 我是说他是你的杀附仇人哦 你要想一想啊 你堂堂三尺 高的男子 你要想一想 杀附仇人 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想一下 他没啥我爸呀 这是在演戏啊 假设一下 你要懂得借鉴啊 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 他有什么样 你特别生气啊 他不让我吃饺子 对啊 一天不让你吃饺子 五天还是不让你吃饺子 你怎么办 是不是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愤怒啊 此时此刻你的内心 就像奔驰的银马一样 你的内心就应该像 炎烧的小宇宙一样 炎烧起来吧 小宇宙 小宇宙 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不要我吃饺子 你趁热让我回来 打死你 打死你 对啊 不要平时继续啊 打死你 大姐 我这样行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你演得特别